接下来这名男子是担心 藏有毒品跟通气身份曝光 竟然也当街跟警察上演你追我跑 这名男子是开车 要转弯没有打方向灯 速度又非常缓慢 被警方给盯上 他把车开进停车场 徒步往岸上逃离 殊不知远警也十分熟悉附近的地形 就算他跑到气喘吁吁 还是被逮 远警骑进向中 就看到男子迎面而来 随即要查验身份 但对方拒绝受简 东窜西桃还借口一堆 现在再回东街 不敢被抓到男子当街上演折返跑 甚至一度踢到东西 插点两枪跌倒 上 不过事太紧急 只见他来不及站好 又继续往岸上奔逃 但似乎跑太累 瞬间腿软倒在路中 被远警包夹拦下 原来是怕毒品被招到 才会想方设法要离开 事发在1号凌晨4点多 当时正心男子开着车 从金华路跟正心接口 没打方向灯 缓慢左转 被远警跟上蓝查后 他随即就停进停车场 并下车往岸向逃走 却没想到对方熟悉 想到环境 在他以为已经将警方甩开时 就在河中街被迎面逮个正着 之后车上皮夹内毒品 全被搜出通气身份也曝光 起货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 发现正心男子因涉嫌毒品案 回台南第一月 于5月底发布通气再逃 又是通气又是现行 不甘被捕当街跑给颈椎 但气喘虚虚 终究敌不过警方 起车包夹 这下再不情愿 也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记者皇期台南采访摩抖